金星和金剧演员关栋天一起连美出演的话剧《尴尬》即将上演 先来听听金星自己是怎么看待这次跨界演出的吧 我也看过关爷的金剧 他也看过我跳舞 但是我觉得两个在我们俩之外 还没有个艺术种类能把我们放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俩就不谋而合 然后有这么个想法 我们找到了制作人啊 编剧啊 这次两人主演的话剧名字叫做《尴尬》 探讨的是中年的问题 一锅不惑之年的金星 说起这个问题来也是颇有感慨 我觉得不要以为中年的问题 好像是跟你的爸妈有关系 或者你跟你的一些朋友有关系 其实没有 每个人都是往那个方向走的 所以尴尬这个话剧 从一个角度表达了中年人的感情危机 感情尴尬 但是我觉得更多人 年轻人也好 老年人也好 在生活当中尴尬要学会化解调他 解决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话剧 能给很多青年朋友 中年朋友 所有的喜欢戏剧的舞台的朋友 能够通过这部戏得到点启发的话 我们就没 我和官爷就没白忙活 新青年记者洪剑综合报道